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博 跨界的典范从娱乐明星到学术讲台的启示 王一博大名主话题在TikTok突破90亿次浏览 依旧保持在该平台浏览最多的中国男演员的记录并在不断刷新 其他副话题浏览量分别有59亿、29亿 累计174亿了 实力和流量两手抓 不看不知道 一看吓一跳 摩托姐姐平时也不怎么吹 主要还是王一博给的底气 直接带飞了 100亿指日可待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 公众人物往往以多样的面貌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其中不乏一些佼佼者 以其独特的魅力和广泛的影响力 跨越了传统界线 成为了学术研究中的鲜活案例 王一博 这位极颜值、气质、才华于一身的青年偶像 便是这样一位频繁被搬上学术讲台的典型代表 最近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的熊 易涵教授在给吉林大学同学授课时 再次将王一博作为教学案例 这一举动不仅展现了王一博个人品牌的多元价值 也深刻揭示了当代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意义 一、多维度解析、王一博的全面魅力 熊教授的PPT从颜值、气质、身材、才华四个方面对王一博进行了深入剖析 这种全方位的视角不仅仅是在讨论一个明星的外在条件 更是在探索他作为一个公众人物 如何通过自身特质影响社会、引领风尚 王一博的面孔代表了大众审美的一个标杆 他的气质则反映了个性魅力与内在修养的融合 身材体现了现代人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 而才华则是他能够持续发光、发热的核心竞争力 这一系列特质 共同构成了王一博在学术探讨中的独特价值 二、从娱乐到学术、跨界的价值认同 王一博频繁出现在学术讨论中 这一现象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话题 他不仅仅是对他个人成就的认可 更是对娱乐文化与学术研究之间界限模糊化趋势的体现 在熊教授的课堂上 王一博不再仅仅是一个明星的名字 而是成为了一个探讨时代精神、文化传播和社会影响的媒介 这样的教学方式既拉近了学术与现实生活的距离 又让学术研究更加贴近年轻一代的兴趣点 提高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参与度 三、人品、实力与社会影响 王一博之所以能在专家学者眼中获得如此高的评价 除了其外在条件和专业能力 更重要的是他的人品和正面的社会形象 无论是对工作的敬业态度,还是在公益事业上的积极参与 王一博都展现出了一个公众人物应有的社会责任感 在快速消费的娱乐行业中 他坚持自我提升,不断拓展自己的边界 这种精神正是当下社会所倡导的积极向上的价值观 四、启示与展望 王一博的案例,对于当代青年而言,是一个生动的启示 他告诉我们,无论身处哪个行业 持续的努力、正面的态度以及对社会的贡献 都是获得广泛认可的关键 同时,王一博的跨界影响力也提醒我们 学术与娱乐并非水火不容 他们可以相辅相成 共同推动社会文化的进步和发展 总之,王一博在学术讲台上的频繁亮相 不仅是对他个人影响力的肯定 也是对文化跨界交流的一次积极探索 未来,期待更多像王一博这样的公众人物 能够成为连接不同领域 推动社会正向发展的桥梁 为我们的时代增添更多的色彩和活力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